玩完機動遊戲,在動物園探訪過動物 又欣賞過 Angry Birds 4 科學及藝術互動表演之後 一定覺得好餓了 而太平洋國家展覽會 P&E 內的 75 個美食攤位 就肯定可以滿足一家大小的胃口 今年除了一項受歡迎的熱狗和冬特之外 大會還特別在大溫搜羅不同的美食 邀請這些食肆在 P&E 擺設攤位 展覽會發言人 Laura Balance 表示 此時,市民可以在 P&E 內找到來自各社區的多元文化美食 更會有意想不到的新發現 大家一定有吃過北美傳統街頭小食粟米熱狗場 在 P&E 內可以找到酸瓜甲心的粟米熱狗場 坦蕩東主說他們發明這款小食後,人人都讚賞 不過如果說到北美洲的傳統食物 就一定不可以不提小朋友最喜愛的 Macaroni and Cheese 在 P&E 找到的是非一般的 Mac and Cheese 因為一個 Mac and Cheese 出門店 就將不同國家的口味融入其中 好像最近他們就推出了印度口味 並且名名為 Slum Dog Millionaire 如果同時喜愛漢堡包,一個攤位更加把 Mac and Cheese 包在漢堡牛肉裏 一個漢堡有雙重享受 人數夠多的話,還可以挑戰一下 一共重12磅的 Hercules 大力士漢堡包 廚師說,單是牛肉就是10磅 還要花一個小時來攀調 近年華會不少的油炸食物 在 P&E 更會找到炸咖啡、炸 Oreo 甚至炸 Tequila 而本地釀造的啤酒 更有士多啤梨味或酸味的新嘗試 今年的 P&E 食物攤位不僅有以上選擇 詳情可以在 P&E.ca 找到 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莫家文報導 謝謝大家